放到最后一页 好我们接下来下半场开始 放到最后一页 你不是问我那个理论物理吗 这页吗 好的 已经开始了 你可以接着分享 接着分享 但是上面我不是说的那些吗 还要重说吗 你直接从理论物理这块开始说 对我就说理论物理 那一块不是说了一些吗 他要再重说吗 要不然重头说你觉得呢 好可以 接着在下面说就好了 好的 那问题再问一下 对 就是大概在卡鲁这块 就是卡鲁大学 他的理论物理研究方向是什么 研究内容大概都是什么 就物理是吧 理论物理是吧 对 我们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 这个理论物理专业 首先他是在国际上的那个QS排名 大概是30左右 综合来说是比较强的一个学科 另外我们知道理论物理 它是大概分为两个方向 首先理论物理它最早的一个 最早的一个方向的话 我们可以理解为从牛顿 自牛顿开始 开始研究引力开始 它是比较理论的一个物理 然后到上个世纪和上上个世纪的时候 其实就开始有了 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这样两种基础的物理的学科出现 或者是一个领域出现 那以量子力学为代表的 在现今我们可以找到的学科 最基础的那就是粒子物理 或者叫高能物理 他们主要研究的是 粒子的碰撞 粒子的散射 粒子的衰变 为什么要研究这些呢 它其实主要是 去为了研究基本粒子的性质 它的产生 然后它的一个 还有其他的性质 去为了解释 我们宇宙中所存在的物质 它是怎么产生的 然后它会有怎样一个 对其他的物质 会有怎样一个影响 以及它的一个存在的生命 这样去解释 我们现今的宇宙中的一些物质 然后它另外还去探索 我们现在没有发现的一些物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基础的一个研究方向 另外一个其实就是我们宇宙学方向 我们宇宙学方向以爱因斯坦的 广义相对论为基础 结合上个世纪所发现所提出的宇宙大爆炸的 然后两者结合之后 诞生了宇宙学 宇宙学的涵盖范围呢 它其实是包括了宇宙大爆炸的模型 也就是说以宇宙的诞生或者宇宙的命运 这样一个研究内容为方向的一个研究课题 或者是研究方向 另外宇宙学还包括研究宇宙中存在的一些比较大的物理问题 比如说暗能量暗物质它的存在 我们宇宙学是去通过理论建立模型来跟实验做比较 另外还有引力波啊黑洞啊这些 那我们卡尔斯罗理工学院的粒子物理是非常强的 因为有很多的研究团队 以及有很多的教授或者是研究者 他们同时也在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上面去工作 然后我们宇宙学呢 目前是我的导师带领科研的队伍 然后这些年其实也发现了 也提出了很多很多的模型 包括宇宙宇宙积点 宇宙大爆炸积点问题的模型 以及暗物质模型 然后还有一个宇宙暴涨的模型 其实这些模型在我们的研究下就是慢慢的越来越充实它 相信以后的宇宙学观测和天文观测 将给我们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证明 我们想去期待未来的一个验证 所以目前我们卡尔斯罗理工学院的理论物理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总体来说是在全球是比较好的一个位置 那整个德国的理论物理这一块呢 整个德国的理论物理的话 大概是主要分布在一个研究所和其他的几个大学里面 研究所就是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 怎么知道这个研究所它是马克斯普朗克所建立的 他的建立之初其实就是研究理论物理的 当然那个时候研究的是量子力学 他们的最早的内容 但后面就拓展了其他的研究 有了宇宙学之后呢 其实也就有更多的研究团队在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里面做研究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强的存在 当然这个研究所在世界上的位置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研究所 理论物理是非常非常强的 然后另外有慕尼黑大学 然后有柏林红宝大学 还有我们卡尔斯多罗理工学院 还有海德堡大学 还有慕尼黑工业大学 慕尼黑大学 这都是理论物理是比较强的学校 其他学校的话可能就稍微的少一些这样的学科 或者是研究团队少一些 研究团队稍微弱一些 可能这样 所以总体来说 总体来说我们德国的理论物理 在世界上的位置也是比较突出的 好的 好的 那这个今天内容咱们就到这吧 这个非常感谢你跟我们做的这个分享 可以了 对非常感谢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德国华人书委会的一个介绍 欢迎大家扫码关注我们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社群 跟我们一块交流 一块分享读书体会 一块交流 激发彼此的这种想法 好的 那我们这个本期的这个所有讲坛 第七期所有讲坛就到这了 再次感谢侯文杰 好的 谢谢大家 下一次 好 那再见了 再见 再见